以天屠龙纪十大高手排名 第五名 少林三度神僧 三度神僧度恶度节度难 是少林四辈分最高武功最强的三个人 他们哭作数十年禅 苦修而成的金刚服魔圈阵法 更是无懈可击 张无忌曾三次尝试闯阵 结果都不甚理想 第一次闯阵时 张无忌凭着浑厚的内力 开始还能保持七成手欲 三成攻势 可是斗了两百多个回合过后 他就感到后劲越来越弱 只有防守不能进攻 第二次闯阵 张无忌找来杨潇与白眉英王殷天正相助 结果殷天正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也未能取胜 第三次张无忌与周芷若联手 以九阴九阳对付少林三度神僧 张无忌使出最诡异的圣火令武功 也未能伤其三僧分毫 最后不得不改用乾坤大挪移第七层心法应斩 而周芷若功力上前 根本不敢与三僧正面硬杠 只在外围游斗 瞅准机会就来一下 此时张无忌才发现 度恶的修为 其实比杜杰杜纳还高出一个层次 但为了配合两位师弟 他不得不降低所法 也就是说 金刚服摩圈的威力并未发挥到极致 可尽管如此 二人拼尽全力 最后也未能打败三僧 张无忌觉得 少林三度神僧武功之高 比之玄冥二老似乎有有过之 纵不如太师父之身不可测 也达到了十二明知的境界 是非自己一人所能胜之 度恶表示 要想打败他们兄弟三人 除非张无忌找到一个 跟他不相伯仲的厉害人物 否则很难 第四名 黄山女 黄山女是以天屠龙记中最神秘的人物 除了听到史洪时称为杨杰姐外 谁也不知道她叫什么 不过根据黄山女自己留下的 钟南山后 火死人墓 神雕侠侣 绝迹江湖这十六个字猜测 应该是杨过于小龙女的后人 黄山女登场时总是自带逼格天团与BGM 风姿绰约 容貌极美 虽然只有二十多岁 但武功修为已经深不可测 在图师大会上 周芷若一压群雄 以一人之力横扫丐帮和武当两大门派 其武功露述之诡异 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不料在黄山女面前根本不够看 哼 九阴白骨爪未必便是天下最强的武功 根据原著的描述 周芷若欲杀谢逊时 张无忌正在全力与三度神僧交锋 抽不开身 而在场的武当与明教众人又因为实力相差悬殊 不敢贸然出手相救 明教无散人之一周滇情急之下 就想自杀扰乱三度神僧星星帮助张无忌 就在这紧要关头 黄山女突然闪身而至 夺下周甸手中短刀并给她穴道 然后又以迅为不及掩耳之势 攻向周芷若 她赤手空拳 与左手刀右手边的周芷若相斗 仍然游刃有余 黄山女所使用的武功 与周芷若露术一样 不同的是 周芷若表现得像黑风双煞 形如鬼魅 招式阴很毒辣 而黄山女使出来却是堂堂正正 飘忽灵动 却又威力无穷 当时张无忌看得很清楚 黄山女动手时明显有引斗之意 似乎要看清对方的底细 倘若一心求胜 周芷若早就嘎皮了 果不其然 片刻过后 周芷若就被黄山女制服 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将行 如鬼魅的周芷若制服 恐怕连张无忌都难以做到 后来张无忌表示 九阴真经上所记载的武功 极为高深 若潜心修炼一二十年 成就非同小可 周芷若只是练了几个月的速成版 就已经让天下群雄束手 而黄山女作为杨过于小龙女的后人 得天独厚 如果从小就开始练武 那么她起码有二十年的九阴真经功力 另外 既然黄山女敢在周芷若动手前就说 九阴白骨爪不是天下最强的武功 那就说明她还拥有比这更厉害的绝技 所以黄山女的实力 在一天里至少能排得尽顶尖高手前五